你们身边还有玩CODM的好友吗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很多若坑CODM的玩家 甚至于一些主播 都不会在CODM坚持太久 一转眼 这游戏已经过去四年了 还记得我是在只有外付的时候 就在玩CODM了 那时候是和一对好朋友一起在玩 记得我们每天都会研究 各种好用的枪械配件 和各种地图的战术打法 那时候身边的每一个人 都是发自内心的热爱CODM 可是随着游戏的更新 游戏环境的改变 以及游戏热度的降低 身边的朋友也都相继离开了使命召唤 大部分人去和生活对了线 也有一部分人转嫁了别的游戏 而他们的使命账号 最终也都放在一手游上出了 如果你们也有入坑或者退坑的想法 我强烈建议你们去一手游上看看 里面有各种大佬的闲置账号 找回海报陪 回归正题 无论使命召唤还能坚持多久 我相信我都会一直待在使命召唤 因为使命不倒 我们不散